假設我想要知道一件事 到底哪個時段小偷最愛光顧 到底小偷什麼時間 等於是那個發生的時間 小偷會犯案的時間是最最多 怎麼知道哪個是最多 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統計什麼 統計這個數量 哪一個的數量是最多的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看 這邊其實也可以 不需要增加任何的欄位 因為它本身就是哪個時間到哪個時間 比如說應該是早上7點到9點 然後應該早上10點到12點 這個是凌晨 等於是晚上10點到12點 那到底哪個數量是最多的 到底小偷什麼時間 犯案的機率是最高的 這個我想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好了 然後一樣的方式 反正你就選這個發生時段 然後你可以先插入這個圖表 其實只有答案了 所以我覺得以Google試算表的功能來看 似乎表現其實不會太差 只是說它跟Excel裡面的設定方式 其實我覺得差異性還蠻大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以前會用Excel 現在突然換到這個環境 可能還是需要適應一下 但基本上該有的功能其實也都有 而且有的地方甚至更好用一些些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把它換一個 所以我剛剛有另外再複製一個 等於是把這一個工作表 剛剛的工作 再複製一個叫 資料欄統計 不過這個資料欄統計好像只有黏 所以區的部分可能你自己在把它補一下 可能就是把這個 這兩個其實 只要把乾脆把這一欄 Ctrl-Ship向下 把它Ctrl-C 那你可以切過來之後把它Ctrl-V就可以了 它就貼過來了 就是把這個範圍先Ctrl-Ship向下 然後Ctrl-C 直接貼就貼到這個G1 它底下應該就OK了 你可以Ctrl-Ship向下 再看一下 資料對不對 好像看起來沒問題 好 那如果說我不要用剛剛的這個方法 插入什麼 圖表 那其他還有沒有別的功能 我把它切過來 所以剛剛這個資料 在左邊 叫圖表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練習另外一個方法 叫資料欄統計 我覺得這個功能其實也蠻好用的 用法其實 跟剛剛的那個插入圖表有 類似的地方 但是不相同的地方就是說 它會快速幫你畫圖表跟統計結果 所以如果今天假設 就是我游標點擊年 我想要統計 到底歷年來哪一年的切到案件最高或最低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先點年 接下來的話你可以找到資料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資料欄統計 資料欄統計資料 OK就這一個 這名稱翻得有點怪怪 資料欄統計資料 什麼意思啊 資料欄 到底是資料欄 所以你要先給它一個資料欄 它會針對那個資料欄做統計 應該是統計分析會比較好 統計資料感覺怪怪的 也就是針對你給它的 所以資料欄指的是這一欄 黏這一欄 所以你把黏整欄選起來 然後再找到資料裡面的資料欄統計資料 這個選項點下去 所以先選D欄 然後再點資料裡面資料欄統計資料 那你會發現 其實它還蠻厲害的一點就是說 它會直接幫你把這一欄的資料 直接就繪製成一個圖表了 不過你會發現 不對啊 老師這個地方 那個104有沒問題 105也 那108後面怎麼多一個年 為什麼它有個 其實跟各位講 因為它在統計分析的時候 它直接把這個範圍內的資料怎麼樣 做移除重複 也就是說104它只會取一個 105也會取一個 可是為什麼多一個年 因為其實它預設 上面有沒有看到忽略列數有沒有 這個所謂忽略列數就是 你的資料裡面有沒有是欄位名稱的 有耶 我們欄位名稱在第一列 所以基本上你要把什麼 第一列給忽略 所以這邊可能要把忽略列數 這個地方加1就對了 你一般加1之後 年就不見 意思是說 第一列的部分 不要把它一起做統計分析的意思 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這邊忽略列數是0的話 它會把年這個字也一起來分析 那如果你把它按一個加號 它就會自動把年給去掉了 OK 所以這個藍的統計資料 結果這個應該還蠻好用的 馬上幫你畫一個什麼 類似一個直條圖出來 但是我找不到說 它能不能變動它的那個 土北樣式好像這個就沒辦法變動 它好像給你一個比較適當的吧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想知道說 到底 年裡面哪一個年度是頻率最高的 那你會發現它自動幫你排序的 105年 OK 這邊 105 104 106 那總列數多少 不重複值多少 它也會顯示出來 不過頂多就這樣 那 再來的話呢 當然底下頂多是說 你這邊可以不常出 就是變成說 由高到低 這個就是Z到A 如果你要改成這樣 A到Z的話 你就按一下不常出現 點一下 這樣就OK了 不過其實它排序 顛倒一下 OK 那它最後顯示出來 就顯示在右側 所以變成說 你要去把這個資料留下來 好像比較困難一點點 那頂多是說 這邊分布好像沒辦法再調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資料欄的統計資料 那你說老師 那可是我想要換成區的話怎麼辦 你會發現它好像沒辦法留下來 如果你換成區的話 一樣 點區 然後資料裡面 點那個資料欄的統計資料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呢 它又幫我把區的資料給帶進來 那當然第一個 一定要忽略那個列數 可是這邊的話 有很多這個什麼 資料顯示出來 那因為這個區太多了 所以它顯示幾乎都擠在一起 所以如果比較之下的話 好像插入圖表會比資料欄統計分析 來得更 我覺得更好用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這邊 當然最長 A到A A到D 所以可以看到 那個池裡面最多的 一樣 就是 治安最差的應該就是中山區 它可以幫你列出 那個前五大 或者是 比較小 有小抬到大 那個資料有點怪怪 它好像有把那個新北的資料也帶進來 OK 我們把它最 最高的排到最低的好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就是剛剛主要是利用那個 那個什麼 資料裡面的資料欄統計資料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功能 它頂多是說 幫你把它這個統計 一個比較簡單 粗略的一個結果出現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資料結果存起來 好像似乎沒辦法 不像說 在Excel裡面 它有插入樞紐分析表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把資料放 它沒有 這個地方好像只是秀在右邊 那好像裡面的功能 它沒有辦法說 你可以把它保留下來的機制 所以這個 資料 那個什麼 資料欄統計 資料 這個功能其實 我覺得 不是那麼好用 如果跟樞紐分析表比起來的話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提到的 這個資料欄統計資料部分功能 先試試看 馬上 那